台灣狗仔葛思奇 5月31日在直播中 揭露多張宣稱是王小菲 婚內出軌的照片 證明自己從來不是子虛烏有 接著他又和大家約定好 6月2號晚上8點見 這次要開聊的是 王小菲的後宮密室 許多網友都準時上線 準備吃瓜 不過時間一到 卻遲遲沒有等到葛思奇 他的微博也突然變成一串數字 頭像也不見了 莫名被消失 也讓等待的網友們傻眼表示 是被放鴿子了嗎 還有人跑到張蘭的直播問 這一切是不是跟他有關 他也直接回應 我沒那麼龜龜 隨後葛思奇在臉書透露 因為技術原因導致直播延誤 我們換了一種方式呈現 很抱歉讓大家久等 直播臨時喊咖 就連預告的影片都已下架 變人摸不著頭緒 劇中時新聞網報導 這一切可能跟汪小菲 不對他提告有關 對於後續會用什麼方式呈現 他本人也沒有明說 而另外網上也瘋傳一折 被連環爆料後的汪小菲 生物可憐走在路上的影片 我的天啊 小火 我的天啊 路妹稱他看起來失魂落魄 推測可能是黑歷史被挖出 心情不太好 再度引起網上熱議 唔想見有不太好 有一個景色來看 有一個景色來看 除了 資料